有多美 盡擋我的手 呃 我覺得一開始感覺 感覺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相處到中間 發現其實兩個人鼻子 還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比較多爭執的地方 但是在爭執過後 我覺得風平浪靜了 不覺得有一片祥和的感覺嗎 你頭髮都紅色了 哈哈哈 代表我在說謊嗎 我覺得還是覺得還蠻好玩的啊 一開始會因為一句話 然後一直炒作到現在 可能還是會有人在問 但是我覺得 不管它是好的還是壞的 我都覺得還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經驗啊 很好的經驗 是影響到你了嗎 有沒有影響到你 你覺得 就是你也知道 有沒有影響到的啦 如果我想要交女朋友 人家就會問我說 啊 黃美真 應該是說 一開始因為陶子姐的玩笑話 那因為我們最熟 又是常常一起去駐唱啊表演 上通告比賽都是一起 所以就會比較有很多人想說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好像會有很多發展空間啊 但是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 對 還到前一陣子 阿慶 他還在問我們講說 因為他們自己也是這樣 把FIR拖下去 可是我突然想到 他想說 他忍不住看到我們還是要問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一起 所以連他還會懷疑 那個畫面很好玩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參加一個 教會的一個活動 它是一個concert 一個演唱會 所以有很多的藝人都有去 然後因為是教會的活動 然後就會在我們上台前 其他的藝人啊 比如說像 劉根宏 根宏哥 然後還有FIR 然後大家就是圍著我們 在我們上台前就幫我們禱告 然後他禱告前就跟我說 你們兩個真的沒有嗎 他說像我跟FIR都已經被問過好幾次 你們真的沒有嗎 我說你們真的沒有 OK好 禱告 到目前為止火花 想清楚 都是在那個 都是在音樂上面的啦 感情上面目前還沒有 沒有 還是你已經有了 沒有告訴我 我已經變全法了 你要怎樣 其實就是 應該是說我們兩個各自對 異性 就對 可能欣賞的異性的那個角度不一樣 比如說像美珍他可能會比較喜歡 酷酷的 然後可能有點帥帥的 美型男 不是有一點是很帥 就是 比較外貌啦 就是 但我是比較走內在的部分 哈哈哈哈 胡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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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